他妈他妈说什么就是什么 什么到现在为止你还是这样 你拿什么东西来为自己的将来做主 为自己做主 为他做主 为孩子做主 你跟他家两个孩子四个人 拗不过你妈的一句话 视频中这个被图蕾痛骂的男人 就是本期节目的主人公小勇 可他到底做了什么 静眼的图蕾老是勃然大怒呢 而且说就是呢 我特别不能够理解 第二次你的妻子上所书台的时候 你不在身边 我要陪着他妈非得让我们在那 他妈他妈说什么就是什么 什么到现在为止你还是这样 那么图蕾老师为何要这样说他呢 原来小勇有一个相爱三年的女友 在他们两人刚在一起不久后 女友就意外怀孕 于是慌张无措的女友 就把此事告知了准岳母 谁知当准岳母得知此事后 直接以两人年龄太小 为由让女友打掉了孩子 原本小勇也想过把此事告诉父母 但当时父母都身处外地 而且甚至和女友都没见过面 迫不得已他指的听从准岳母的安排 可当女友再次怀孕时 准岳母竟又狠心让女友做人流手术 不管小勇如何哀求 准岳母都无动于衷 无奈之下 小勇只好带着女友来到节目组寻求帮助 那么他们一家人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准岳母又为何不顾女儿的身体 数次让其堕胎呢 而小勇和女友又是怎么认识的呢 那时候我从外面打工回来 准备做自己的生意嘛 他们家是开超市的 他给他妈妈帮忙 因为阵子不大就认识了 我开理发店后面就在一起了 你是开理发店的 为什么这上面写的你是超市员工呢 那是因为后面进一步的发展 我就放弃了我的事业 说起和女友小陈的相识 也是属于意外的巧合 当时高中毕业的小勇放弃了上学的机会 只申去了外地打工 愁愁满志的他一心想要在外面出人头地 可外面的世界并非他想象的那么美好 在经历了无数的挫折与失败之后 小勇最终也练就了一身好手艺 直接回到老家开了一家理发店 而当时的女友家里是开超市的 本身镇子也不是很大 而女友当时也常常去他那里做头发 就这样一来二去他们就在一起了 再到后来小勇为了讨好准岳母 就经常有事没事就去女友家的超市帮忙 你就去他们超市打工去了 也不是打工就是帮忙 算是一块创业吧 那给钱吗 给呢 一个月多少钱 一个月一千块零花 是不给他就给我一个 就我给他两个花 工钱了是吧 我妈就是不算是工资 就把他当自己人看 就当当是女婿吧 那样看待就是给一千块零花 说是工资吧 就感觉他在这打工的就是地位不一样 小勇坦言 为了能让准岳母认可自己 也为了能和女友小陈有进一步的发展 他就经常在准岳母面前表现自己 原本几个人的相处也十分融强 而准岳母更是为了感谢小勇 每个月还给他一部分零花钱 事情一步步的朝着小勇的预期发展 他坚信只要自己做的再好一点 以后两人结婚就不会太难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 可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 竟成了他和准岳母关系恶化的开始 对于小勇和小陈这对年轻的恋人来讲 荷尔蒙的分泌是非常旺盛的 因此再一次冲动之后 小陈就意外怀孕了 当他得知此事之后非常害怕 所以就把怀孕一事先告诉了母亲 让人惊讶的是 母亲并没有因此责骂他 而是以他年龄太小为由 带他去医院做手术 原本小陈向母亲提出 希望男友小勇陪他一起去医院 可却遭到了母亲的拒绝 理由是担心小勇店里太忙抽不开身 于是天真单纯的小陈便信了母亲的话 可当自己躺到手术台上的时候 男友小勇不知从哪里得知了这个消息 慌忙赶来时 他都已经做了一半的手术 为此男友直接就跟母亲起了争执 生死历劫的质问着准岳母的行为 但看到如此虚弱的自己 小勇还是妥协下来不再追究此事 那么小陈的母亲明明对小勇印象很好 可为何还坚持要他把孩子做掉呢 当时他爸妈妈也在外面打工着呢 连我面也没见过 妈妈觉得时机还不成熟 对吧 两家人没有见面 那时候我刚刚大学毕业 还没找着工作 所以第一个孩子没要 虽然自己和男友在一起已经很久 但他从没有见过准公婆 因为他们都是常年在外打工 再加上自己当时刚刚大学毕业 所以母亲觉得时机还未成熟 所以就让他放弃了腹中的孩子 说到这里是男友小勇也说出了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他表示这件事发生后不久 准岳母就准备带着女友去外地创业 而这一去就不知归记 深爱女友的小勇不想放弃这段感情 于是干脆关掉了自己热爱的美发行业 陪着女友母女俩去了外地拼搏 我一直是在他们家 后面这会儿又怀孕了 因为最先第一次 他妈已经警告过他 给我们俩说了 说以后再怀孕说 不认你那个女子啊 啥啥啥的 就叫那个的话 所以我们不敢再告诉他 说慢慢慢慢孩子就大了 孩子大他母亲看不出来吗 那个时候是看不出来 因为夏年他穿得比较宽松 再说他自己也注意着 来到外地之后 小勇就全身心的把自己 投入了准岳母家的生意里 一直到后来女友发现自己再次怀孕 这一次他有了先前的教训 所以就把此事告诉了小勇一个人 在小两口商量之后 便决定把此事隐瞒下来 因为在女友第一次怀孕时 小勇就和准岳母闹得不太愉快 再加上他对女友的警告 而小勇更是害怕准岳母再次带女友做流产 毕竟女友腹中怀的是自己的亲骨肉 这叫小勇怎么舍的 自从女友怀孕之后 他们俩的日子就愈发难过 也为自己之前放弃了美发事业 一直在准岳母家的生意上帮忙 所以就没有了经济来源 但准岳母还是像之前那样 每月只给她一千块钱的生活费 但女友每个月都要缠减 光是这些费用就又是一大笔开支 所以准岳母给的钱根本不够 但她自己又无法去张口 所以只能省吃俭用 再偷偷的出去做些临时工 以此维持两人的生活 但终究只还是包不住货 女友怀孕的事还是被准岳母发现了 就在后面就她妈知道了以后 她妈就决定再一次的那个 但是医院已经建议就说 孩子比较大就不要做掉了 姑娘你自己当时是怎么想的呀 当时是孩子是挺大的 怀孕我妈是一直不知道的 但是她家里人都知道 然后就一块儿瞒着我妈 没告诉她 想着时间长了也许会有所改变 自从决定要瞒着准岳母生下孩子时 小勇可谓是格外的伤心 不仅孕期产俭还是胎教 那是一次都没落下 毕竟初为准父母还没有经验 所以小勇就将此事告知了父母 在得知准儿媳怀孕的事情后 父母内心也是十分喜悦 一家子人都小心翼翼地照顾着女友 期盼着一切等瓜熟地落之后就好了 可当事情被准岳母知道后 还是毅然决然地带女友小陈去医院流产 但当时女友的月份已经很大了 腹中胎儿都已经成形 就连医生都不介意做流产 可准岳母却不听劝告坚持放弃孩子 无奈之下 小勇就只好拜托父母和准岳母沟通一下 原本以为父母出面协调会好一点 可让小勇没想到的是 准岳母不仅态度十分恶劣 而且还口出狂言痛骂了母亲一通 直接强行带着女友去医院做掉了孩子 这件事发生以后也让小勇的内心发生了变化 他实在不理解准岳母的所作所为 但看在女友的份上 他再一次地忍了下来 但如此令人发指的行为 还是让一旁的主持人忍不住指责起了女友的母亲 有了这么两起子事件之后 你们怎么还不往一起走呢 赶紧就结了婚就名正言说该干嘛干嘛了 怎么还不在一起呢 现在就我跟他俩也为了一些事 就是平常生活一些事也是好 还有就是我爸 我妈对他妈那一块 也有一个就是疙瘩解不开那种 面对主持人提出的问题 小勇则表示并非是他不想结 而是在发生这两件事之后 父母的心理也有了结 明明他们马上就可以享受到儿孙绕夕的欢乐 但却生生被女友的母亲剥夺了 而且正因为如此 双方父母到现在都没有见过一次面 除了这个还有就是家里的经济状况 父母一辈子在家务农 后又出去打零工赚钱 在娶儿媳妇这件事上 又拿不出太多钱 况且女友的母亲还是那个样子 所以他们结婚的事就一拖再拖 现在双方父母对这个婚事的态度 是都不同意 我妈也没说不同意 我妈只要说我愿意 她都可以支持我 就是说反正她还是主要结结于那件事 你妈呢 我妈就说了 也当她面说过 就是看他们家的态度 有本事了就把你娶回家 要么你待在我身边也可以 虽然两边父母现在闹得十分不愉快 但为了儿女的幸福 他们还是表示尊重 而女友小陈更是说的 母亲现在也不再像先前那么反对了 只要男友家能拿得起像样的条件 她就同意两人的婚事 如果出不起钱 那就让小陈一辈子待在自己身边 为人父母者 思虑最多的还是自己的孩子 但小陈母亲的做法不免有些狠心 那么两人在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之后 又是靠什么生活的呢 小勇委屈地说道 虽然她对准岳母的做法很是生气 可却无可奈何 因为自从关掉理发店之后 就一直在女友家帮忙打理生意 手上也没有什么积蓄 所以为了女友的身体考虑 还是陪同女友回家照顾她的衣食起居 这样的一番话让主持人都为之一惊 感叹小勇的忍辱负重 但紧接着小勇又表示 虽然自己为女友一家做了许多 但还是常常被准岳母看不起 觉得她不负责任没有上进心 那么小勇和女友小陈平常的感情又怎么样呢 自从两个孩子没了之后 小陈和男友之间也就生出了一些隔阂 不仅三天两头的争吵 而且有时还控制不住自己在母亲面前发脾气 久而久之 小陈的母亲自然对男友有了看法 于是为了弄清楚小陈母亲内心的真实想法 主持人赵川提议与她通话 我一直有个问题弄不清楚啊 大姐 你为什么让姑娘第二次还要做呢 俩说呢 他们俩都没有工作 我女儿就是从大学毕业出来 她就和这个男娃在一起 当时我工作那个啥 也才创业 压力也挺大 再加上她的客户比较瘦小吧 就是我也没注意 没太注意她 我才相信她 所以当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就感觉他们俩根本就没有这个责任 能带好这个娃 再加上就是说 他们俩啥都不懂的情况下 这个娃是否能健康 这些问题我都是比较担心的 然后就是那个男孩的父母 他们的态度和各方面的一些原因 让我感觉很生机 面对主持人的询问 小陈母亲还是坚持以两人年龄太小为由 才会拒绝让女儿生下孩子 担心以后真的等孩子出生 小两口感情再不合 到那时孩子又该何去何从 再加上小勇同父母一起隐瞒女儿身孕一事 导致她无法原谅小勇一家人 如果不是他们 自家的女儿就不会平白无故地吃这么多骨 随后她还是态度强硬地表示 如果女儿坚持要和小勇在一起也可以 但是现在不能结婚 也为他们这个年龄没有太大的责任心 小陈母亲的一番说辞 让在场的众人都察觉到事情并非这么简单 这样的理由未免有些太牵强 那么这背后又是否另有隐情呢 你妈到底最看不上她的是什么 就是你母亲宁可背负骂你 宁可让自己的女儿受那么大的伤害 我相信你母亲一定是爱你的 她都不愿意让你跟这个男人一辈子这么在一起 到底是为什么你能告诉我 那是因为我们俩在一块这一两年的时间 我妈看我们俩吵得闹得太多了 你跟我们说句实话 你跟那个臭小子在一起 你生活的幸福吗 其实有时候挺幸福的 有时候 幸福的时候多还是不幸福的时候 幸福的时候吧 在听完小陈的一番话后 大家不免对小陈投去了同情的目光 天下间确实没有父母不爱孩子的 而小陈的母亲之所以反对两人结婚是另有原因 这一切都是因为准女婿小勇喜爱酗酒 喝醉了还经常发酒疯殴打小陈 还有就是在小陈怀着身孕期间 也时常殴打虐待 但小勇却表示 他知道自己喝酒不好也愿意答应接酒 希望能让小陈相信自己 看着小陈沉默不已 台下的图雷老师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图雷老师言简易改的一番话 指出了小勇和女友小陈身上的问题 但他更希望小勇身上能有男子的血性 能够承担起家庭的重任 扮演好家庭中的角色 只有这样小陈的母亲才能放心的把女儿交给他 那么接下来小勇接下来又会怎么做呢 亲爱的对不起 之前我对你很多错 我在这里跟你说成对不起 我保证以后不会再犯那种严重的错误 还有就是我以后会保护好你 其实我家在你和我妈之间我挺难受的 之前的事你也知道 那时候不是说我不保护孩子 是我妈当着那么多人跪在我面前 我也没办法 都过去了我理解你 我希望你以后能对我好 不要让我妈看了我受委屈 觉得不放心把我交给你 我以后会对你好 会更加好 节目的最后 小勇向女友小陈做出了真挚的忏悔 也希望能重新给他一次弥补的机会 看着眼前言辞恳切的男友 小陈还是忍不住流下了幸福的泪水 在发生了这么多时候 小陈还是愿意和男友继续在一起 希望他们在以后的生活中 能真正的独立起来 不要让母亲再跟着操心 那么屏幕前的你有什么想法或意见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